在减低空气污染的大环境之下 福特、本田、福斯跟宝马四家汽车制造商 跟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将会逐步提高燃油效率标准 有报道指出这项协议涵盖美国新车与SUV销售的30% 更挑战川普政府的计划 该计划预计在晚些时候推翻前总统奥巴马 制定严格的尾气污染标准 燃油效率标准是减少美国排放二氧化碳 与其他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关键 汽车、卡车与其他运输系统 是美国排放气体最大来源 约占总排放量30% 这项协议属资源交易 四家公司承诺在全国范围内 生产更符合加州高标准的汽车 无论联邦政府做什么 但该协议却标志着加州与联邦机构 就排气管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争执中 取得重大战略胜利 因其分裂汽车工业联盟 该联盟曾在川普政府成立初期 要求减轻燃油经济标准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官员说 在与州政府官员进行公开谈判时 汽车制造商无视白宫警告 他们最终认为与加州达成协议 比与川普政府合作更好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他有信心其他汽车制造商 未来也将加入该协议 然而环境保护局已花超过一年时间 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署合作制定新的更宽松标准 因而驳回该协议 联邦环保署发言人 Michelle Abboud在一封声明中表示 这种自愿性协议是公关噱头 无助替美国消费者提供一个国家标准 根据协议 加州未来几年内放宽对汽车制造商要求 从原本2025年达到美加轮行驶最低50例要求 改为2026年 此外 现行法规允许汽车制造商通过销售电动车 获得信用额度 该协议将使他们有更多自由使用这些信用额度 一些环保倡议者赞扬该协议 是保持加州制定更严格汽车污染标准最佳方式 也肯定加州在气候协议努力上是其他州的标杆 中天中望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